花莲县政府团队6号一天是前往最北的秀林新城和花莲市各个公庙进行祈福 县长徐中卫特别率领的秘书长严新章还有各局处首长前往参拜 祈求新冠肺炎期间可以保佑花莲和尽平安 每年的4月份连续假期 花莲县政府团队就会安排全县各公庙祈福活动 而在6号第一天上班的时间则是来到北区一带 包括秀林乡、新城乡和花莲市公祭22个公庙进行参拜 先来徐中卫率领则秘书长严新章 副秘书长张艺华和各局处首长新城乡长和礼台 先严正宝秀、邱光明、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秀林 乡民代表梁玉华、林国贤等贵宾 共同来向各诸神佛祈求花莲和尽平安 拜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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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 既然许总会表示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欢迎先秉持着先提醒做管理 要减合的防疫三部曲 呼吁国人落实肥皂勤洗手 并且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 避免参加长时间大型室内活动 生活工作空间保持通风 落实防疫工作 同时也祈求各族神佛能够忽悠花莲 能够度过这一次的疫情的难关 记得综合小伯导